县长林明珍,封城扑扑前往仁爱乡都达村 整对日前头85线7K道路再修工程,举行工程说明会 林县长表示,头85线是与都达、平和、平生和静关 四大部落主要的交通要路 去年8月份,树敌的台风间因豪大雨致使7K处发生大面积的探方 道路中断,雪景紧急抢通,但探方处仍有澎华危险 为维护乡民安全,解决探方影响交通问题 县府提出再修工程计划,顺利争取到4995万、10千元经费 新建100多公尺的民税道,让村民交通更安全 都达村在雨季的时候有一个大探方 造成我们都达村、互助村对外交通的不变 我们经我们向中央来争取灾压附件 工程会给我们匡列了将近5千万 今天我们完成设计,来向我们都达村的村民做个说明 希望他们了解,这个灾修的工程已经进度到什么样 进度到何种程度,让他们了解,让他们放心 这个灾荒如果不赶快来复建的话 如果到雨季一来,上方的土树流又摊下来 又要造成交通的不变 所以我们已经设计完成 一定在明年的10月要把它完工 来说明给我们部落,让他们了解 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来把这个工程复建完成 给我们独达村、互助村、所有的基民 将近2千人有一个好的路来让他们通行 检助长表示,会改善该摊发路段路况 县佛经评估后,该路段路基完好 以兴建明隧道为宜 那些已经完成基本设计 使县佛审查后,提送主管机关 审查通过,即可发包施工 供期月10个月,预计明年10月完工 议员廖文贤,湘民代表会主席吴文忠 多大村民洪光勇及多位湘民代表 都出席说明会 与会村民对这个好消息都感到相当高兴 并感谢县佛对四大部落居民交通需求的重视 非常感谢县长又封城匍匐地从历行 赶到我们多大村来 来给我们村民做一个简报 说明我们投85线7k崩塌地的整治 我想我们县政府 这次已经争取到将近5千万的经费 要来做我们投85线7k崩塌地做一个整治 刚刚我们工程单位已经说明 要采做这个民稅道的方式 我想将来施工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我们村民的不便 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呼吁我们的村民 来尽量的来配合 让这个工程进度能够顺利进行 提供大家一个平安回家的道路 会中年县长也预请居民配合工程施工 并提掉施工期间所造成的不便 政府也会延译适当方案 谨递对居民的影响 词词